左右哈2.4的排量呢现在还能值多少钱呢19年时买的今天呢他朋友呢就收一台车19年的艾利山咱们呢也来看一看三年了哈现在已经是22年的一个车了你艾利山你再怎么保值现在也出上油电混动的车了全系统油电混动2.4呢油耗确实也不低哈市区开12个油哈没有大家所说的85个油达不到这个水平哈毕竟车又大了是吧你在地区莫发动机就这么一个油耗了哈咱们现在也来看一看两年多还能值什么样的 一个价格吧 眼前的这台车是一台今天刚刚把它给收下来的本年的艾利山配置是属于2.4豪华版制造价29万2千8也就是当年一个次顶配了路里价格是在一个31万左右车主买了一个16款的车型艾利山这辆车我们从外观可以看到还是有明显的本田家族设计语言的艾利山整个一个前杠气格都是有着大量镀铬设计的并且搭配着本田这么一个 一个标识让车辆的车头设计显得时尚两侧比较新颖的大灯的设计内部灯组错落有致点亮时炯炯有神这个车因为配置比较高前面每个大灯都是双透镜的另外呢在配上这个18寸的轮固使得这个运动气息就更加的强烈了这个车还是非常的好看的车身呢依然是十分的修长车长的是4米95车关1米84 尾灯是飞翼式的一个设计这个车型的话呢来看一看这个轮毂轮毂车的一个胎哈这个原胎呢因为也是跑3万公里了你要说换吧也能换你不想换的话呢再开个一两天没什么问题咱们拉开它一个负压式车门看一看这身内饰内饰呢前排设计感呢就非常的强的用手摸一摸呢很舒服很柔软的这个座椅 本田式的一个加罗式设计啊屏幕呢比较的小一个8英寸的一键启动自动驻车啊前排双最加热而且呢空间呢是非常的大的啊这个车这个座椅呢别看有些折痕这是本田原厂出来的时候就带着的目的呢就是让我们坐着更加的舒服一些来拉一下这个电动车门你会很明显的感到这个阻尼感各方面呢都还是很好的我也问了车主了我说你这个车这么短的 一个时间你卖它的原因是什么呢基本上没有多少必要啊你再开一开不听好吗艾迪森这个车2.4一个发动机虽然说油耗的并不算低但是它马力呢也是有180多匹了比那2.0自新呢开船呢稍微要快一点点的结果呢车主他也说啊现在生意他不好干了当时落地30万一个车买的时候呢也是有点头脑发热啊当时呢手里面呢就是178万正好呢销售主说你不清办个贷款试价了试价感觉挺好开就给买上来了一个月 大家想想还多少钱还近4000块钱家里面还有孩子而且呢孩子还要上学还要吃喝拉萨没办法哈这也是我们可以理解的一个事情那最后呢他还能值多少钱呢马上为大家来揭晓 朋友们这个艾迪森呢咱们看完了爆价呢23万多哈大家想一想艾迪森这车能有多保值吧啊怎么招这个车一年呢也是赔个三四万块钱了啊你算不上特别的好吧你起码把购置税保险抛除再在车架上一年扁个两万块钱基本就这个样子了那往后一年赔多少钱呢往后一年也差不多赔个两万块钱左右吧所以说买二手车呢有他一些好处买新车呢有他的好处 你毕竟新车嘛啊第一呢你是一个全新的一个第二个呢这个车呢你享受他新车一些待遇包括啊你免费的保养啊免费的维修啊还有质保啊这个车呢三年了啊已经刚刚出了质保期了喜欢啥呢就买什么啊祝愿大家呢有自己